大家好 我是Samson 是洛杉磯美国的Samson Lee 杰斯的专事总裁 大家好 全球的朋友好 今天我们有特别的视频 我有一个归宾 他是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在美国读书 他一年多的时间达到红宝石总裁 在我们的杰斯的平台 所以今天很荣幸 我有机会接受 我们的19岁的红宝石总裁 马来西亚的Jack Chong 大家好 Jack 你好 嗨 嗨 那现在我是位于美国洛杉矶 现在是晚上10点钟 那我们看到线上有非常多 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你们好 那我们即将要开始 我们这个全球最热门的一个 创作系统的一个平台 那在开始以前呢 我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那目前是位于美国洛杉矶 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那在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吧 就通过我的妈妈认识的这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创作平台 那在开始这个事业以前呢 我其实是开始经营自己的网店 那大概四年前 在就是我15岁的时候 我就开人生中第一家网店 那四年以来 前前后后 开了倒了一共有三家 那没有一家呢 是称得上是成功的 那非常简单 因为我还没找到成功的方式 那非常荣幸在一年半以前通过我母亲的一个 分享以下呢 我看懂了一点东西 而当时候就开始跟着系统走 结果呢 今天我的事业 身为第一次参与这个网络 网络行销事业的一个朋友来说呢 我已经把我的事业从一年半之内发展到超过全球十几个国家 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 能够让我一年半的时间 真的改变了我一些思想 而且人也变得更成熟了 好 OK 那在传统的这个环境下创业呢 那我的父母本身都是创业家 那所以他们属于这个传统环境的创业者 那在传统环境的创业之下呢 我们知道有两种方式 第一是摸索当老板 第二是加盟开店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摸索当老板 那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很多人 他们都很想要创业 就好像我 我从小到大的这个梦想 就希望拥有自己的企业 拥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要当老板 那可是很多人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方式 我们常看有些人可能今天是开服装业的 那过了一阵子以后 他开了一家餐厅 有很多人他们找不到方式 他们一直在寻找 有些人甚至到了40岁50岁 都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真正的方式来创业 真正成功的方法 因为很多的人 世界上非常多的人都在摸索的找方式当老板 那是第一 第二 那现今有很多人呢 他们知道说我要跟随成功人的脚步 他们看见别人赚了钱 他们就开始想说 我也能够加盟 所以第二个方式叫做加盟开店 那在事实上非常多地方 比如说现在在美国也好 在世界各地都好 都非常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店 让别人来给钱加盟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世界知名的 我们知道说有麦当劳 有肯德基 这些都非常著名的 那如果我们加盟这些 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气 而且也许能够赚钱的一些加盟店 我们首先要做什么 我们要给一笔很大笔的资金 来拿到这个加盟 开一间自己的店 那你们知道吗 大概多少钱需要投资在这个生意上 可能几十万 可能过百万美金都有可能 可是今天我们多少时间都能回本呢 而且在这个经济以下 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需要三年五年 都不知道真的能够把钱赚回来吗 所以这两个属于传统创业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如果我们说到说成功创业的一个必要关键呢 不管今天是任何一个富豪也好 是任何一些名人也好 他们赚过钱的人 有钱人也好 他们写的这些书本也好 都一定说到今天如果你要创业成功 你有两个必要的关键 第一是实际的平台 什么叫实际的平台呢 它可以诠释成是今天可能有一些人 他们还在想着的一个事业 或现在大众都非常需要的一种东西 而有很多的人 他们还没发现到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个平台 第二是网上的系统 有很多人在人生当中 或在事业当中都走得非常多的约约路 因为今天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 带领他们到一个成功点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人就靠自己的方式 在找属于成功的方式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而如果今天拥有这两个关键的 这个必要的关键的话呢 今天你离成功其实不远了 那今天这么多家的企业 每一天都有新的公司在成立 究竟什么是当新最实际的平台呢 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说 是美商解释 Genest Global 那今天市场需求的趋势 第一是抗衰老生物科技 今天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你都需要抗衰老 可能你还不需要 可是你身边的朋友一定常常在讲 抗衰老一个最新目前的一个生物科技 而第二是财富上的自由 财富经济上的自由 今天有很多的传统老板 他们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可是有一点 他们没有一个时间自由 可是今天这里能够给您的 不只是经济财富的自由 它可能给您的是更多时间自由 甚至心灵上的自由 那在一家公司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说是公司创办人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创办人 那在线上这个图片当中 非常lovely的这个Cabo 他们是Randy Ray跟Vandy Lewis 他们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那Randy Ray跟Vandy Lewis 在全球通路管理系统当中 拥有超过20年的这个专业经验 那公司呢是2009年成立 那成立以来呢 我们在上星期呢 刚刚在澳门举办了 我们一个超过一万两千人的一个年会 那我们是五岁了 那五年当中 我们的这个杰斯呢 已经发展到全球 超过115个国家 以及接近30家海外分公司 那所以今天在拥有这么多经验 而且在这么好的一个创办人的一个 带领之下呢 我们知道说跟随成功人 我们做任何事情 甚至我们要创业成功都事半功倍 那杰斯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 究竟杰斯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说杰斯是一个创新的交互式网购 它为现代的消费者呢 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全球创业平台 你可以是消费者 你也可以是经营者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网上消费过 我相信你也其中之一 如果你有在网上买过机票的话 那你就是网上的消费者 那可是你们想过那么多人在网上消费过 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在网上赚到钱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那杰斯的市场优势是什么 我们说有两点 第一我们有领先的生物科技 今天杰斯公司拥有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物科技 第二我们拥有一个全球性的通路平台 那今天有很多人从小到大就像我一样 我非常想说如果今天有一天 我能够拥有一个全球事业的话 那该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前前后我开始就从事物中开始创业 我觉得说有可能能够找一个方法 能够做一个全球的生意 可是我知道不仅我 有很多的人他们通过非常多的方式 可是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生意发展到更多更多的这个国家 那今天杰斯呢 他也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通路平台 那这一位呢 首先先亮相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球知名的医学顾问之一 他叫做Dr. Nathan Newman 那他是在美国这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叫Valerie Hughes 拥有一个美容诊所 OK 那现在呢 他有一个非常新 而且非常突破的一个发现 就是发现到了成人干细胞技术 那如果你有留意这些 Stamp Cell 或者这些干细胞的新闻的话 你在这个美国电视台 或者世界非常多地方 你都可能听过他的状态 那第二位呢 这一位叫做Dr. Vincent Jumbaba 看见了吗 他是抗衰老之父 也就是说 今天他是Fight of Anti-Aging 他是如果今天你也很关注这些抗衰老新闻的话呢 我相信你一定想认识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全球第一位 拿到抗衰老内外科医生的这个 这个持照拥有者 那也是美国的这个抗衰老学会的第一人会长 那他目前呢也被这个诺贝尔奖提名 那我们非常有荣幸能够拥有他来为我们做这个医学顾问 好 那杰斯今天提供了一个系统 一个我们的这个细胞优化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市场上有非常多的瓶瓶罐罐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说 在很久以前 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就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医治 可是现在 然后这个时机的这个 来到这个现代的时代 我们说我们用的是细胞优化系统 那什么是细胞优化系统呢 第一它能够促进再生 第二它能够延缓老化 第三它能够提供你一个能量的平衡 那如何促进再生呢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的主打 这个抗衰老产品 那这一个呢是叫Luminous系列 它拥有的是一个全新的成人干细胞技术 可能你今天听过非常多的干细胞 也有可能今天你也在用着一些干细胞的技术 可是这个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全新不一样 虽然我们用的是一个成人干细胞技术 可是你绝对在这一些产品之内 你找不到任何的干细胞 你也找不到任何的这个collagen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拥有的是叫做最新的生长因子 我们叫做growth factor 而一瓶这个精华鹿 serum呢 它已经拥有了248的生长因子 而生长因子呢 是让你的几乎让你自己的细胞再生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活跃细胞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产品的一些非常有利的一些见证 比如说在荧幕上的这一支产的那他用了19天之后的见证 非常的明显 左边那一张呢是之前 而右边那一张是之后 而这一支产品的50多岁的安提 他真的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见证 那第二位这一位呢是一个勇敢的女士 那他呢也现在位于美国洛杉矶 那他当时候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他说可能还没有任何的一些见证 他说如果真的要非常明显的话呢 用在我这一位60多岁的安提来说应该更明显吧 结果他估计了有气 只用半边一眼 那从这个荧幕上你们能够知道说 在左边这一边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向上的 而右边这一边呢是比较向下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用的那一边一眼肯定就是我们左手边 那所以你看左边那一张图是使用前还有使用以后 那左边那一张我们看得到是真的是亮亮的 那一些是属于胶原蛋白 人超过25岁以后呢是不会自己再生任何新的胶原蛋白 而这一位60多岁的安提他真的做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那一张图 老化是无可避免的 今天非常多的人都想要年轻可能不是非常多 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变得更年轻 不想老化 那所以非常多的人呢就会使用很多的这一些保养品啊 跟这一些保健品来让自己延缓老化 今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物科技 让你重新定义老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有一款产品是让你不只可以停止老化 甚至能够让你更年轻的话 你有兴趣吗 那下面那张图呢我们看到说就是我们修复DNA延缓老化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是在讨论这个DNA 那这个产品呢叫做Reserve 它是修复DNA细胞的 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是什么 是细胞 只要你的细胞健康 你全身都健康 如果你细胞有毛病的话 它可能影响你非常多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这个Genest的这个细胞优化系统呢 我们拥有一个主打产品叫做Reserve 叫配全精华 而我们常听别人说 2003年开始我们常听别人说 喝红酒能够与非常多的病痛 比如说高血压啦 糖尿病啦 这些癌症之类等等的非常多的病例 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因 能够让红酒用这样的成分或这样的作用呢 我们说是因为里面拥有一个成分叫Resvetro 我们称它为百里乳醇 那百里乳醇呢 这个东西呢 是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得到了他们要的健康 而且是非常新的技术 所以你看一包这个配全精华当中 一个Reserve Gel 它拥有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180多的这个Resvetro 这个百里乳醇 而且呢我们公司用的这个技术呢 是叫懸浮胶技术 它能够让你更高效的这个吸收 那而且呢能够让你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而且非常方便 包括里面呢 拥有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些水果 蓝莓啊巴西紫莓啊 这些乳惠之类等等的七种最佳水果都在里面 好 那所以你刚才听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拥有的一些key product 一些主打产品的话呢 你能知道说 今天我们就能够享有未来的科技 而且这些科技很有可能就在市场上领先十年 甚至更多的一些科技 第一个关键 拥有了 那成功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成功者告诉我们 是一个创付系统 那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那我们系统创办人呢叫做Kim Hui 他是一名美籍华人 那在这个电子商务领域呢 拥有超过二十年的成功经验 那他也在这个网络行销界呢 创下了一个阶级记录 目前他的身影发展到全球超过一百个国家 那你们想一想 那今天Kim呢 他也是这一个让梦想非常一本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书的一个作者 他拥有一个文化就是爱感恩跟奉献 那今天Kim呢 他又做了一套的系统 而且提供了我们一套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事业更容易达到我们要的人生 那今天我们知道说 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其实不懂任何美国的这些街道 不懂任何的这些高速公路 可是非常有幸的 我从马来西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来到美国 他叫做GPS 就是我们的导航艺 那我们今天拥有导航艺以后 我们不怕会失方向 我们也不怕 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去哪个方向 那所以在人生的事业当中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人生的事业当中 如果我们有一个导航艺的话 我们能够更容易 而且更顺畅的走到我们要的点 这样子是更好的 那所以在KMIT创办的这个US全球创付系统之下 首先第一 我们拥有的工具 它不只提供你工具 它还教你如何用这个工具 而且正确的方式 而且也是已经见证的成功方式 第二 它提供你最新的知识 第三 如果你肯学习的话 就像我一样 非常正面的能量 第四 也能够得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讯息 好 那刚才 听我简单介绍以后 我们知道说 我们拥有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完美组合 那前所未有的完美组合当中 包括了什么呢 第一 它包括了跨时代的一个生物科技 第二 它拥有一个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那什么叫革命性 革命性就是之前还没有有 可是在还没有人看见之前 它出来了 我们知道说今天 诶 非常多的人都在等着一个东西叫iPhone 6 对吧 那在很久以前 很少人知道这个趋势的时候 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只有一个按钮 就一个partner的电话 怎么能够卖得这么响当当 而当时候如果开始拥有这个代理性的朋友 我相信今天他们肯定发了 那今天有人在代理这个东西吗 当然有非常多多 可是今天的比较赚钱 还是之前看得懂 之前属于革命性的商业趋势 赚更多的钱呢 这个答案你肯定比我更清楚 第三 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 而且是完善的一个创服系统 那如果我要开始这个企业的话 或者开始这个事业的话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非常简单 第一步就是加盟网店 今天鞋子公司走的一个方式就是加盟 而且它不是陆地加盟 它是一个无网店加盟 是一个没有国界 而且是没有限制 没有一个unlimited的 无限的一个加盟网店 第二步 你加盟以后 你能够选择一个随自己的最佳套装 那第一步 加盟网店 那以前我开过 我曾经拥有三家的网店 那我也知道说加盟网店真的不简单 可是当我看见这个以后 我说 哦 原来还有一些更简单的东西 在外面 只是我还没有真正遇到而已 那加盟网店 这个 每一个经销商或每一个加盟的人 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店 而且这个不是简单的网页 它是一个可能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一个网店 第一 它拥有多种语言的个人网页 第二 它拥有一个独立网络办公室 第三 它拥有一个美国独立的资金账号 当然 还有一个全球的网络购物车 那加盟以后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你能够成为一个经营者 像当初我看见了以后 我知道 这就是我的未来 这个东西能够让我更早的达到我要的梦想点 所以当时我知道说我就是一个经营者 我也选择了一个商务套装 如果今天觉得说产品非常棒 可是你还没有ready 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们另外一个选择叫做消费者 是体验套装 两者哪者都行 好 最重要的一点 它来了 我相信让你们久等了 究竟这个东西怎么赚钱 那我们说到一个革命性的全球商机 当然 它的这个收入也是革命性的 而且是多类收入来源 我们拥有五种收入 我们先跟大家一一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呢 叫做消费收入 今天可能你加盟了 今天你听了这个presentation 你觉得这个网络视频不错 或你非常感兴趣 你能够回到当初把你介绍来这个网络视频的人 因为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老板 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属于自己的网店 那今天有一个方式叫做消费收入 你能够买低 你能够卖高 任何一个人 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他在你的网店消费 任何产品 你都有35%左右的一个消费收入 这是第一 第二叫推稿收入 今天在杰斯 没有任何的明星代言 如果今天你没遇过杰斯产品的话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认识Reserve的话 可能我就是那一个明星代言了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去推广 当他们去分享给朋友这个事业的时候 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加班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做一个动作叫做推广 而这个时候公司会给我们这个推广收入 而且是高达500美金 今天如果给你开店的话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个在网上开店的一个模式 你觉得开一家分店 十家分店 还是一百家分店更赚钱呢 所以只要你推广 而且你加盟越多的分店 你帮助越多的人开网店的话 这个时候你推广收入就越高 好这是第二第三 这个部分是我最开心的部分 也相信在座很多位都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感兴趣 它叫做市场收入 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开更多的网店 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这一个经销商也好 成为这一个网店老板也好 那今天有一个收入市场收入是怎么走的呢 今天只要你开了越多的分店 而且你这一些分店 他们自己当了老板以后 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开更多的分店 当每一个人都在这些分店消费的时候 每一支产品 每一个消费积分 每一个分数点 都跟你有关系 跟传统生意证一样的方式 就是今天只要我们开越多的分店 而我们的分店越好生意的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越赚钱 而且这个市场收入是在往上走的 你可能今天不知道你在干嘛 可能你今天就在家里做任何事情也好 可能今天你可能就在外国旅游 你拥有这个市场收入 因为它是无限 而且是无国界的 那这个收入呢 最高每星期是 两万六千两百五十美金 你能算一下 一个月当中 你能够赚多少钱 而且 这只是五种收入的其中一种 好 另外 有一点管理收入 那今天只要我们加盟成为了网店 拥有自己的网店 成为这个网店老板以后 我们就能够开始去找朋友 分享 开始找更多的人加盟这个生意 那只要他们开越多的分店 他们是属于我的分店的话 经过我介绍的朋友 他们开的分店 他们每一个 他们赚的每一个市场收入 都跟我有关系 因为他们是我的分店 简单来说 我们都知道 只要分店越赚钱 身为这个主店 就是主要的这个店 负责开分店的人 就是 就赚钱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 分享的那些朋友 他们就说 Yes 我就要开这个分店 那他们属于你的第一级分店 他们每赚的每一分市场收入 你可以得到高达百分之三十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是你第一级分店 我一个月 赚一万块美金 公司把一万块美金的支票寄来我的家 同一个时间 也会把三千块美金 寄到你的家门口 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而且它是无限的 你能够拥有非常多的第一级分店 而且当我是你第一级分店以后 我是老板了 我又在分享更多的分店的时候 开更多的网店更多的分店 这个时候 他们赚的钱 百分之十五的市场收入 也跟你有关系 他们也会发展这个生意 去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开更多的分店 这个时候 一直到第七级的关系收入 都跟你有关系 好 那最后一个 来了 叫做分红收入 今天杰斯公司 五年了 它破了一个四季度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震探全球的东西 就是它发展到了全球 一百一十五个国家和地区 那我们的这个营业额呢 也是每一年过亿 而且都有超过百分之百的成长率 那杰斯公司会怎么做呢 只要你到达了一个指定的总裁阶级 它就会让你成为 感觉上就让你成为一个公司股东之一 因为它会有全球的业绩分红 你想一下 这是一个过亿的一家公司 美金过亿一家公司 公司会拿百分之三的业绩分红给你 今天相信在线的很多位 都是打工一组 我们每一个月 我们每一年在等待的什么呢 可能就是那一次的花红 今天你不用再等待一年一次 可能没有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杰斯公司 每三个月就会分发一次 而且今天好消息来了 杰斯公司它不是在一个地区 非常非常的大 而它是在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小小小小的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来 所以每一个地区 不管你现在身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城市 你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富翁 就因为拥有这个革命性的全球相机 好 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没有人会想到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但当时候一年半前 我的决定真的影响了我现在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当时候我没有想到说一个身为在马来西亚 不认识任何国外朋友的一个大学生或学院生 能够今天真的把生意困难到超过全球15个国家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 因为我从来不认识在马来西亚以外的一个朋友 可是今天这个事业它让你得到比你想象的更多 我不是例子 我不是例外 我只是一个例子之一 那今天在这边呢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 我在这个 上两个月吧 对7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跟随了这个公司 还有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阿姨 就到了美国的阿拉斯加 我们做这个轮船 那每一年公司都会有这些理由讲 让我们这些加盟网店这些经销商呢 都能够一起去聚会啊 去玩玩啊 去开心这样子 那明年呢 的这个旅游奖的这个地点呢 已经公布了 是哪里呢 那在亚洲地区的呢 是到这个 Dubai 那在美国地区的呢 会是在这个 美国和欧美地区呢 会是在Mexico 那好消息是 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这个 这个澳门年会呢 推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旅游计划套餐 它能够让你更快 可能能够让你几倍更快的 快速的 达到这个旅游奖 让我们一起在 Dubai 让我们一起在 墨西哥见面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 视频会议呢 就告一段落了 那如果你真的想 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话呢 你一定要联系 当初把你邀约来这个 网络视频的这个好朋友 那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 以后的网络视频 我们能够在高峰再见 感谢大家 Thank you 好 感谢观看